大家好 又是我和Joanna 今天 今天有點特別 因為其實今天就是講 Young Living 的佣金制度 但其實好像很複雜 什麼是85444 還有佣金 還有獎金 還有什麼世代 原來4月初我們轉了少許佣金制度 所以其實聊聊聊 發現原來大家都沒有更新的佣金制度 所以今天我們就請到Tommy 就是 Young Living 的貿易主席 Tommy 來為我們解釋 Young Living 的佣金制度 其實透過這個佣金制度 我們怎樣可以 因為有些人都未至於可以很豪 譬如說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經常說放題凌夏雄 就是怎樣可以很豪地用產品呢 又或者有些媽媽他們是不捨得給自己的產品 凌夏雄覺得很貴 只是捨得給小朋友 但明知是好的 但自己又不捨得喝 那怎樣呢 原來其實有一個方法可以 我們叫做幫補 或者便宜一點用產品 甚至乎免費用產品 那是什麼方法呢 我們不如邀請Tommy出來 和大家去介紹一下 Young Living 的佣金制度 好嗎 Joanne 好啊 我呢首先呢 其實我也想大家呢 等一會兒會 進來看那些 現在我們有十個人在網上 我呢都想你們大家呢 如果有曾經有些什麼 關於那個佣金制度的問題呢 可以趁這個機會呢 就在下面那個留言那裏問的 那另外呢 因為其實Tommy現在在線的了 他聽到我們說的 那我呢其實 可能呢 我就覺得 我沒有聽過Tommy說 勇金制度 那我呢 我想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Tommy是否會說 他實在說 哈哈哈哈 我覺得有幾件事 基本一點的 可能可以開始說的 就是 我們經常都說 變成很喜歡超級粉絲呢 才是介紹人 那變成超級粉絲的時候 介紹朋友 因為你自己 自己用了好嘛 是不是自己用了產品好 又想幫到朋友 又想自己可以用更多一點 或者像Gretchen或者可以放題 你雅雄方看的 尤其是我們現在 最近很多人 就生病了 是不是 其實身邊是很多 我今天本來是 全入聚會 全部禁止了 因為個個都病了 個個不同的聚會裏面 都有人病了 全部禁止了 那我們就覺得自己很祝福 是不是 有年輕人在家裡 就算病了也可以好 化好回 或者可以幫到身邊的人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都會 你自己感受到產品對你的好 才去跟身邊的人分享 那接著呢 那個目標 第一個目標 我們常常都說 都是自己可以免費用產品 先那個會是第一個目標 第二個目標 當你自己免費用產品的時候呢 你就可能 其實可能我會不會有可能 可以賺多少少錢 可以幫補一下家裡的小朋友 可以補習 或者可以請個彈曲補學琴 或者可以去多次旅行 譬如你一年 你一年多了三四千元 你沒有看少過三四千元 你一年就三萬六了 是不是 如果你三千至一年 你存起它 都是一年就三萬六 如果你四千多或者五千元 一年就五萬元 那你五萬元就可以去到一個旅行 一家四口 是不是 就是近近地 去到旅行 或者多一次 是不是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就會鼓勵那些朋友 就是賺了更多的錢 然後儲起它 儲起它 儲起它 那你就可以用來 就是除非你說 我其實呢 賺了的錢 我也是想用來補習 或者幫忙一下家裡 買送錢 就是我剛剛有個朋友 做了SILVA 他說 Joanna原來呢 有萬多元 這個是我家裡一家五口的 買送錢來的了 他只是這樣到不得了 我覺得很祝福 他沒有想過 因為都是自己喜歡怎樣賺錢 所以都是很希望可以透過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說 我們開始的時候 我們都是不懂得提議 因為呢 只是知道我 我每簽一個人有多少 接著 快速利報獎有多少 接著什麼85444 什麼30% 什麼Clean卡 都是覺得有點複雜的 那這次呢 就是希望找Tommy回來 講完呢 大家會清晰了 但是可能他說完你 大家都不明白的 那就 有一件事我覺得重要的 就是現在大家一起拿張紙 拿著筆 或者如果你有本寶 就拿著筆 拿著筆出來 一邊聽一邊抄 因為如果你不抄 幾乎是數字 就這樣聽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呢 就最好大家 請記錄 有問題呢 就在下面留言 OK 那Tommy就麻煩 麻煩Tommy不要說 都這麼多疾 哈哈哈哈 首先呢 Hello 大家好 我首先呢 首先想多謝兩位RCD的勇氣 以及這個 你們的勇氣 以及這個 第一沒有聽過我說掌金制度 你都夠膽子 邀請我上來講 是不是 所以呢 這個勇氣 這麼順暢 適合 絕對值得加強 哈哈 是啊 那 再一次 多謝Joanna Gretchen 邀請我來 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我們的掌金制度 其實我想我們 今天我不會把那件事情 變得很複雜 本身可能大家 已經覺得複雜的事情 令它變得更加複雜 但是我希望呢 能夠讓大家 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原來我們掌金制度裡面 我們要一個比較 另一個形式去理解它 跟著然後呢 深化那件事情 然後呢 可以學而自用 跟你團隊裡面的會員 去分享 好嗎 OK 我們嘗試用這個角度出發 好嗎 好 那讓我呢 去share我的screen scene 好了 請問是不是都看到 我這個PowerPoint 看到 看到 OK 好 那今天呢 其實呢 想跟大家 希望大家 會有這些的環節 關於 橡金制度 希望 跟大家去講解一下 那 接下來有什麼問題 可以隨時在這個 chat room那裡 那你去 去問 那 我有這個 Joanne Gretchen 都會在幫忙 來解答 或者有需要呢 那我想 Joanne Gretchen 都可以覺得 那個問題非常之好 那我們可以在這裡 在 這個 聲音交流 好 那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 agenda 認識 就是Yung Living 介紹人 相關的獎金 基本獎勵計劃 保證人 級別的獎金 領袖代數的獎金 還有呢 公司一些特設的 獎勵旅遊計劃 和表揚呢 都會是我們今天 所講的內容的 好嗎 所以呢 大家不知道 你所認識的 Yung Living 和其他人所認識的 Yung Living 是不是都是一樣呢 其實呢 我們 首先我們講 Yung Living 其實我們呢 最 引以自豪的 應該就是 C2C 這個 從種子到蜜蜂 這個 非常之 很嚴謹的 品質保證 的一個 措施 當然 我今天是講 獎金制度 而 在 我們這個 Zoom裡面 Live裡面 最厲害講 C2C的兩位 Leader都在 那我不在這裡 巴門洞庫 但是呢 我想說 C2C是 Yung Living 最 引以為傲 以及 它 最獨一無二的 一個 標誌性 的 一件事情 在我們公司 而 這個呢 不單止 純粹是從 品質層面 而是 我們能夠 做到的 是 一些高於 一般 業界 或者一般 叫做 品質檢定 的水平 我覺得這個是 令到 Yung Living 與眾不同的地方 所以 這個 C2C 我相信 會有 已經是 在 Oil Matters 這裏 應該有很多 很多的影片 很多的分享 所以 我希望 從 認識Yung Living 在這個角度裏 C2C 絕對是 其中一個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 這個想 帶出來 第二 其實 今年 2023年 公司 踏入 是第29年 我們現在 這個 slide上面 看到的數據 一些資料 其實是 過去28年 其實我們有很多 很輝煌的 一些 的表現 都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已經成功 在 41個 國際市場 那裏 有 這個 經營 跟著 我們的產品 送往 超過 138個 國家 其實 全世界 我們已經超過 1000萬名 會員 全球有23個 自家與 及 合作的 農場 我們 有 同 90個 慈善機構 是 去 這個 有 搞不同的 活動 也都是 我們的 基金會 也都 在幫助 這些 慈善機構 已經 有 超過 22萬 的人 他們 在不同的 世界各地 他們 是一班 有需要幫助的人 我們 也都 透過基金會 幫助 他們 將來 將會 有更加多的人 可以受惠於 我們這個基金會 先由提到 農場 其實 這個是我們 全球農場的 一個版圖 其實 Uniffing 其中一個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 我們有自家的農場 我們有合作的農場 但是 我們每一個的農場 都是 緊守著這個 seed to seal 這個品質 最高的要求 這個 其實 也都是在這個業界裡面 很少的公司 會做這些事情 因為絕大部分公司 我想 在那個 最重要的 其中一個就是淡田 但是 經營一個農場 其實 那個花費 真的很龐大 但是 Uniffing 就是為了 保證它產品的品質 它願意 我們願意 投放這個資源 在每一個農場 去確保 我們每一個產品走出來 那個是去到最高的標準 而這個更加特別的地方就是 如果大家有看過 不同的公司的簡介片段 他們都會有一些在 生產廠房那裡 那些很漂亮的影片 對吧 那些時候 但是 卻是非常之小的公司 會有 可以給你 由 開始 它 一個原材料 開始 整個流程生產線 去到 那個 最尾完成的 會 包裝好的產品 跟著 然後 都讓你可以 走進去 參與 以及 你去看整個流程 怎樣去發生 那這個也是 就是 Yung Living最獨特的一個地方 就是 我們 我想這個 就是要講到 這些農場 我們開放 給我們的會員 他們可以真真正正 親眼的 親手的 走下去 看到Seat to Seal 這個整個過程是怎樣 這個體驗 我相信 絕對是沒有任何 另外一間公司 可以提供到給他們的 會員 我們的創辦人 Gary 其實呢 他的理念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很多 但是呢 當中最 我們 我們 在公司裡面 我們 無論同事 非常之認同的一個 一件事 就是 他的理念 就是 他從來都不會為了利益 來製造 產品 而是 他 所研發的每一個產品 都是有著一個目的 這個目的就是幫助更加多的人 如果大家有發現 你會發現 我們公司是有著全球最多 這個福方精油的公司 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有Joy 我們有Valor 我們有Inspiration 有不同的這些命名的福方精油 其實這些的精油 每一個 每一個 配方 其實呢 他都是 serve 著一個 purpose 我們呢 都希望 能夠 提供到 一些的方案 給到 不同的人群 他們呢 去找尋著一些 能夠幫助到自己 的一些配方的產品 所以呢 這一個也是 我們公司非常獨特之處 而這一個的目的 這一個的 我們公司的理念呢 也都是繼續延續下去 我們呢 一路呢 也都會繼續 是 以這一個的發展方向 繼續走下去 是幫助世界各方面的 那我相信呢 在這一個的 大家 在線上的 應該都是非常之喜歡 公司的產品 以及公司 你在公司的產品上面 或者呢 在分享的過程裡面 是有很多的得著 那所以呢 我們呢 一直都是 Yone Living的理念 是基於 喜歡呢 我們就去分享 這個理念 開始 也都是融入了我們這個 這個獎金制度裡面 所以呢 第一個的 相關的獎金就是 喜歡我們就分享 是不是 那當然啦 我們去分享的時候 我們會介紹身邊的朋友 你是去加入成為會員 是不是 那所以呢 我們在這裏呢 也都會設有相關的獎金 你是去 去 多謝 我們呢 這些的會員 你是去 將Yone Living 分享出去 那好吧 第一個獎金 我們呢 是 叫做這一個 是 Starter Kit Bonus OK 那叫做 當你介紹一個 新的朋友 他們透過 我們的 高級體驗套裝 成為會員呢 這個 一次性的獎金呢 我們呢 就會獎勵給 他的介紹人 OK 那時候 這個呢 就是在 他的加入的 當個月份 一次性 25元 而這個 作為介紹人呢 只要他 那個月呢 擁有50分的 PV 的一個分數呢 就能夠獲得 這個獎金了 所以這個呢 非常之容易理解 我相信呢 都不需要 特別是 多去 作解釋 就是因為公司 多謝你 是 和身邊的人 分享Yone Living 並且呢 協助他成為我們的 新會員 所以這個獎金呢 我們呢 和介紹人 去發貨 接著 另外呢 有一個呢 叫快速起步獎金 這個呢 就是 Gretchen在開頭的時候 提到的 那個部分 就是 我們3月份呢 就把這個 快速起步獎金 有一個的 提升 有一個 優法 那就是 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回 我這一張 スライド 就是 我介紹一個新的 朋友 除了Cintle 那個Starter Kit bonus 之外 OK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 我們呢 會 透過 你的新的 會員 他所購買的 當個月 加入那個月 購買的 總 分數 OK 因為我們的 這個 入會套裝就是 100分的嘛 但是我們 有些新的 會員呢 他們會嘗試 多一些產品 都不奇怪 所以有機會超過100分 那所以呢 我們這一個的 快速起步獎金 會以一個 百分比的形式 來發放 作為介紹人的你呢 那你的新會員 他在第一個月 他購買 有 譬如 是這個 100分 我這裡的例子 是100分 第一個月 我們會 可以 向你發放到 百分之五十 OK 作為你的獎金 就是五十 如果是100分的購買 就會是五十塊的美金 而在第二個月 以及第三個月 你仍然可以享有 就是呢 來自這個新的會員 他 第二個月 以及第三個月 呢 當月購買的 PV值的 百分之二十五 OK 那所以 這一個是一個非常慷慨的一個百分比 去多謝我們的介紹人 因為呢 將 Yanniffing 去帶給他身邊的朋友 並且呢 去做 很好的跟進 所以第一個月 非常之慷慨 百分之五十 第二個月呢 第三個月 因為你的跟進 我們仍然會向你發放 百分之二十五 是的 的獎金 除了 你的 直接介紹的朋友仔 你看到呢 在這個slide上面 就是 Amae OK 就是 我介紹的 這個 新的朋友仔 她是我直接介紹的 我們會 稱之為 Level One 但是呢 Amae 會再介紹 她的朋友仔 的時候 譬如 在圖中顯示 就會是 K 那在這裏呢 原來 我的 Level One 的會員 介紹的 新會員呢 我都可以 我作為介紹人 我都可以 享受 一個百分之十的獎金功 OK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裏 會看到 我從 這個介紹的 動作開始 我第一個月 介紹 Amae 我會獲得 百分之五十 是吧 承認一百個PV 五十元美金 的一個獎勵 是吧 接著第二個月 第三個月 Amae繼續 去購買一百分TV 那 我仍然都可以從這 一百分TV 獲得百分之二十五 那所以 看到這裏 紫色這個部分 就會有兩個二十五元 的美金 獎金 會在這裏 然後 由於Amae Amae是我的 二十五元 我仍然都可以從 他的 購買那裏 在他的 第二個月 和第三個月 參加的 購買 我可以獲得 百分之十 那 所以這裏 就是 一百分的 十個Percent 就是十元美金 兩個月 所以是二十元美金 所以 如果是這首 頭三個月 這個時間段裏面 我已經作為一個介紹人 我可以獲得一百十元美金 是作為一個 介紹新朋友 就是我很喜歡的產品 跟著我和我身邊的人 分享 作為這個 那個的收入 OK 那所以呢 這一個 上面兩項的獎金 都是關於 推薦新朋友 而獲得的 那所以呢 這個應該是 比較容易理解 以及直接的 OK 所以呢 我們看一看 在這裏 如果我們能夠 是去 將 很努力的 我 起步的時候 我就去介紹 三個新朋友 跟著 然後 我的 也都鼓勵 我的會員 去介紹新的朋友 究竟在第一個月 我可以獲得 多少的獎金呢 首先我自己 黑色這個是我自己 那麼我介紹 ABC 三個新會員 是不是 那時候呢 首先是 來自這個 Stabber Kid Bonus 他們每一個人 都是買一個 入會套裝 是100分 100TV的 那麼每一位 都能夠 我可以獲得 25美金 定額的 你記得嗎 先後說 然後再加上一個 是 50%的 快速起步獎金 OK 所以呢 來自ABC 我每一位 都可以 獲得 75美金 作為 那個獎金 然後 然後 在第一個月 由於 那個 快速起步獎金 直接提升了 是50% 是不是 之前其實是25%的 那所以呢 來自 B 他介紹的 1、2、3號朋友仔 在這一個月份 頭一個月呢 就我 作為 介紹人 是不會得到 任何的獎金 而 總的 金額呢 是可以達到 525美金 OK 那所以 這個是關於 直接 介紹 新朋友 的 步伐 那所以呢 我們希望 在這個 Uniting裡面 其實呢 我們是 自己 用好產品 然後 然後呢 再 去 跟其他人分享 呢 其實呢 這個是 一個我們 很堅守著的 一個理念 因為你自己 先從產品得益 然後呢 跟身邊的人 去分享 那之後 大家 記不記得 我有提到呢 就是 我們的基金會 其實它自己都在幫助要裏 不同的 需要幫助的人群 以及機構 那其實呢 我們呢 說 每個位置購買產品 那 把某些產品 我們會有這些直接的撥捐下去 我們這個基金會 以及我們有一個好的機制 當你去購買產品 然後我們有一個round up的做法 比如說你去美國網站買東西的時候 譬如買單是359美元 但是你給錢的時候你給了360元 那一元會自動送到Yannific的基金會 其實我們都會透過這些平常我們做的事情 去幫助到世界各地的人 好了,然後既然我們這麼喜歡Yannific 然後我們都會去跟不同的人分享的時候 有一個計劃我們必須要跟你的新會員去介紹 這個一定是我們的基本獎例計劃 就是我們經常都說的ER的計劃 那ER的計劃會有三個部份 就是第一個部份 就是這個三大的好處 我們的會員可以累積這個ER的積分 跟著換取免費的產品 去體驗公司不同的產品 OK 因為很多時候你叫新的朋友 我都是參加了兩個月、三個月 然後我用的產品已經用得不錯 然後你叫我去拿錢再去試一些新的產品 他可能會需要思考一下 但是我們透過ER的計劃 這個儲分的計劃 原來他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換取一些他未試的產品 然後他去嘗試 這個是一個非常之好的安排 接著然後每一個月 這樣能夠 是的 至少他購買100分TV 那這個分數就一直累積下來 除此之外 我們是他連續這樣來做這個訂購 我們能夠給到他的ER的分數的百分比 都會是隨著時間一直抵增的 接著然後 這個ER的program 怎樣連結到我們的獎金發放那裡呢 我們這裡看到100分TV 100分TV 接著然後在ER program裡面 他可以一路儲分 接著然後 越儲得久 他的積分回贈的百分比越高 之外就是100分TV 正正就是我們可以獲得獎金 就是我們會員 去獲得獎金最基本的要求 OK 那所以兩件事情是環環緊構在一起的 好了 ER的program 其實大家相信有上線的朋友應該比我更加清楚 是不是 所以這個我會簡單地去說 但是這個和喜歡就分享是有著一個物不可分的一個關係 我們介紹了我們的朋友成為會員 我們希望他是持續性去使用的產品 但是這個持續性去使用呢 我們透過這個ER的program 給他一個很清晰 還有是有鼓舞性的作用 令到他真的會願意繼續來使用 OK 那麼在這裏就是 如果他連續做三個月 那麼那個ER points的百分比是百分之十 4至24個月呢 百分之二十 25個月以上呢 是百分之二十五 那麼在三個月 六個月 連續三個月 六個月 十九個月 十二個月 我們都會有不同的精油 OK 所以作為一個的禮物 在這些的階段呢 我們呢 會送回給這些的 我們叫做Loyal Customers 是吧 所以呢 我們希望呢 就是透過這個的方案呢 協助我們的會員 不僅他可以透過ER的計劃 示到公司不同的產品 那並且呢 他有一個 建立了一個很好的習慣 就是持續性呢 去購買 那在這個角度 我們今天說的 掌金制度呢 有另外一個的 衍生出來的一個非常之好 正面的效果呢 就是 你的業績 會隨之 不單止變得穩定 他透過去 嘗試更多的產品的時候呢 會更有機會 去增加他的購買 在Uniffin那個消費業 購買的糧數 是不是 那所有的事情 加起來 都是一個 是對事業發展 非常之有幫助 那好了 那我們說到獎金制度 那 可以說 那你的獎金制度 那究竟可以得到多少的獎金 那這個是一個2023年 我們最新的一個 那個是全球 這個是全球性的 那一個呢 是叫 平均獎金的一個統計 那所以呢 那這裡 譬如 這裡我們有不同的級別 等一會呢 簡單我們也會去 去去發達 然後呢 我們看到呢 原來 原來在整個 YARN 內 那個佔有的比例 呢 不同的級別 是有這些 最基本的经销商或者我们叫brand partner 是非常之多,64% 接着就是升级,高层升级,如此类推 当然越高级的,那个量数少 我们提到我们有1000万个会员 那1000万个会员里面 当然是很认真的经营者 那里,那个量数的百分比不是那么高 但是你乘回1000万,其实那个数字都是很惊人的 那我们去看,原来我不会逐个数字来说 因为数字并不是说这个guarantee 就是说我去到这里就一定会有了 先后Joanne有提过,她的silver,是不是 升到silver,她的收入是万几元,对吗? 那其实呢,原来我们全球来说 这个是按年度,我们看看按月份的 这个年度的收入 这里是17,860元 那17,860乘10年 17,860乘10年乘7.8元 平均来说呢,大概是11,600元 OK 在这个是每一个月 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 那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在这里给到大家有一个 比较好的idea 就是,咦,原来我在参与Yaniffin,我能够呢 达到不同的级别,我的期望值,大概可以在哪里 是一个从收入的角度 所以这个呢,是提供给大家去参考的 那接着呢,之后呢,之后提到的ER 其实呢,换那个,怎样换产品那些呢 那些呢,我想大家应该都是很棒的了 那就是在我们这个后台啦,backoffice里面 就是那个VO里面呢,就在这个页面那里呢 就可以做到 然后,然后,我们呢,也都是在这里呢 有一个很好的版面的显示 给大家知道,不过,原来你的团队 他,当个月 购买了多少的 产品啦,业绩啦 跟着然后,他有没有参加这个ER的计划啦 可以给大家呢,有很多不同的参考的资料 那并且去作出呢 一些适当的跟进的工作 那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 就是,各位 你们去,将一个新的朋友介绍 成为Yaniffin的会员呢 并不容易,可能过程呢 都,有长有短 有些呢,容易一些 有些呢,可能真的要谈很多次 那我们希望呢,我们能够 透过这个虚拟办公室啦 可以呢,给到一些的资料 让你更加能够掌握 你的团队的默默以及状态 那让你的跟进呢,变得更加轻松 那好了 分享,我们一直在这里说 啊,我介绍了新朋友成为会员 跟着然后,我们呢 啊,那究竟我怎样 是去给一个好的建议给他 可以更加有 这种顺序战进的 你是用好Yaniffin的产品 并且建立好一个良好的习惯 我们这里会有一个演示 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月 可能现在我们在香港和澳门 我们看到有一个趋势的转变 我想在比较早期的时候 公司都会比较多会员 是透过这个精油的套装入门套装成为会员 现在我们看到的趋势是一半一半 这个令夏雄入会的套装 是现时来说最受欢迎的入会套装 应该每一个月佔有46-50% 然后其次当然仍然是我们的精油的入会套装 然后就会是其他不同的入会套装 都会占有一些相对低一点的白糖比 但是我们现在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例子 就是透过精油这个入会套装 高级体验套装来入会的朋友 我们可以给一些什么建议给他们 去参加ER 然后怎样去尝试到我们这么优质的产品呢 第一个月如果它是透过精油的体验套装 入会我们可以建议他们 其实我们公司的这个食物 营养补充品的质素也是非常之好 如果你是有用着其他品牌的产品可以尝试一下 当中我们最受欢迎的就是魏林柏雄 另外一个排在非常前列的位置就是LiveNine 那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去建议 因为它购买的是一个精油的套装 然后买一些消耗性的一个月份量的消耗性的产品 作为第一个月的起步 它也都立刻已经可以参加我们以后的计划 以后的计划已经介绍了 所以那个好处先后也都跟大家分享了 这样的时候由于它已经是在一行计划里面 这样的时候它在下一个月会继续购买 那个动机大了很多 因为已经是在存分了 对不对 那好了我们去看 由于它第一个月份它是购买的 是一个精油的套装 那精油当然消耗是未必是这么快的 未必一个月就会用得完 可能某几枝会用得快一点 但是其他的都是需要多少时间才会慢慢用 但是呢 重点是在ER的这个可以循环式去消耗那些产品 特别是零下红 LIFENINE SUTASIA 不同的这些保健品 它第一个月购买了体验后 我相信那个回购率也都会是非常之高 这个也都在我们数据里面显示 那个的回购率是非常之不错的 所以呢 它在第二个月会继续购买 因为我们看到那个来源很多时候都是会来自这些的保健品 然后我们可以建议它们 你透过这个两个月购买这些产品 累积了要Points 其实这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我们公司有很多优质的产品 无论是家居用品 或者是其他不容易精油的产品 你都会透过那个分数换来去试 接着之后呢 我们去协助它去找出它自己一些的 透过点数换回来 接着它去体验 接着之后它喜欢 那它可以在第三个月 是不是继续去买一些它自己喜欢的一些精油的产品 接着之后在这一边ER的部分呢 我们会鼓励这个核心都会在一些每一个月 循环式消耗性的产品上面 它去重复去订购 如此类推 这一个会成为一个非常之正面 并且良好的一个向前推进的 重复购买的一个模式 所以这一个分享之余 不会有压力 但是呢 我们是透过这一个模式 让我们的新的会员 他们能够进入这个好 建立一个非常之健康的去体验 以及使用产品的一个习惯 好了 我们先后说了 我第一个部分 我去介绍新的会员 先后已经介绍过那些奖金 那我们去看看 那它已经不是新会员了 它已经加入了好几个月了 先后是去到头三个月 都会有一些比较高的百分比的奖金 是不是 但是如果它已经是四个月 甚至五个月的现有会员 那那些奖金如何计算呢 我们不如来一起看看 那首先呢 这个呢 大家可以在公司的网站 你都会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就是我们整个奖金制度 其实呢 会在这里有几个板块 来展现给大家看 第一个 其中一个部分 就是这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会是 你看到它是由这个的不同的级别 从左到右 就是这个比较初阶 去到一些比较进阶的 那那个能够享受奖金的百分比 那会一直去增加 那时候呢 以后呢 我会和大家去简介一下 就是由哪些部分 在不同的进程里面 你达到不同的级别呢 可以享受 好吗 第一个部分 就是来自 我们叫做 级别的奖金 大家经常都会听 85444 是吧 念口网 都可以念出来的 85444 那其实在说什么事情呢 我们呢 其实当你去介绍你的朋友成为你的会员呢 我们在这个的例子 我们会用一个我们叫三的复制模式 我介绍三个朋友 然后呢 我协助他们呢 将这件事情重复做第一次 接着然后继续协助我的会员 一路去做 一二三四四次 OK 那我做了四次之后呢 其实我的整个团队 我将会有五个levels 是吧 那当然啦 我们这个会继续去翻动 一路去拓展开去的时候 当然不止是五个levels 是吧 那但是呢 我们源于一个很简单的理念 就是三的复制 那时候我们看一下 这个的百分比 我们呢 是根据什么呢 就是 第一个level 1 我们看到是8个percent 跟着5个percent 4个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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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呢 就是在同一个level里面 你的会员 他所购买的个人业绩 PV OK 的总和公司 向你发放的奖金百分比 OK 你会发觉 很特别 这个是越来越少的 是吧 由85跟着变成444 那其实呢 这个我想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这个呢 亦都是公司 非常之著重的一个部分 就是跟进 非常之到位的跟进 良好的跟进 你没有发觉 先后第一个部分 你介绍新的会员 去买入会套装 入门套装 25块美金定额的 第一个月一次性 跟着然后 接着下来的是什么 头三个月 是不是 第一个月 百分之50 百分之50 他购买多少的业绩 那个产品 我们给了百分之50 跟着第二第三个月 仍然有百分之25 那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之 是非常之 generous 的一个 共享 这个成果的一个机制 然后呢 当你的会员成为了 是一个 loyal 就是他一路重复购买 是不是 这个时候 你继续的跟进 我们呢 去到 第四个月打后呢 就会是八个百分之50 那你说 哇 那不就差很远 当然 只是 我们是 我们在头三个月 给的特别多 应该是这样理解 那个时候 我们呢 八个百分之50 其实我们是鼓励 你是好好照顾好 你亲自推荐的会员 因为有很多时候出现的情况就是 我介绍的朋友 level one的会员 他介绍的 他介绍他的朋友 未必是我一个熟悉的人 甚至可能不熟悉 是不是 这样的时候 但是我照顾好我的level one 的时候 他感受到 他会继续使用产品 他会继续去分享这个时候 相信他都会照顾好 他自己介绍的会员 这一个是我们那个的 那个很清晰的思路 所以呢 我们愿意 在你自己亲自介绍的会员里面 我们呢 是向你发放八个百分之50 跟着 他介绍的会员 我们仍然都有五个百分之50 跟着 直至到 去到五个levels 我们呢 是 会按照这些的百分比给你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 很多个公司呢 他的 这个 我们英文叫unilevel unilevel的奖金呢 他的百分比是调转的 他是 譬如2,3,5,8,10 如此类推 可能他可以推进到很远 第八个级别 我给到15给你 但是你会发觉 那个呢 件事情 就是 他的动机只是 你去 一路介绍很多的人 在你这个团队里面 走得很深 但是 最不鼓舞性的 是什么呢 就是 他比得 最开头 最亲近你的人 只有2% 那这个呢 其实 究竟他是鼓励你 是不是好好照顾 你自己介绍你的朋友 呢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商榷 所以我们在这个 我们的奖金制度 在这个unilevel的奖金制度里面 其实反映了一件事情 我们希望大家 非常之紧密的 紧扣地去服务好 跟进好 你自己 level 1的会员 因为我们 看到这个复制的力量 非常之强大 那也是效果会非常之好 而我们能够cover 5个levels 那在这个范围里面 你的会员 你都会 somehow 你去照顾 甚至超越5个levels 你都会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奖励给你 你所为 你会为你的团队的付出 以及 比如提供不同的跟进 提供product的education 有不同方面的support 这些的奖金 这些的百分比 那个的意义 在于是这里 好了 那有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 会不会有想过 就是说 好啊 公司这个85444都不错 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架构是紧了的 是不是 他们不会跳来跳去的 因为它是你的level 3 永远都是level 3 那时候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譬如我 这个朋友 他好像暂时不是买很多的时候 他可能买得10分 然后他介绍的朋友 又买得5分 但是 我level 3 那个 那个买得多的 我只有4分 这样会觉得不值 是吧 那其实呢 公司有一个非常好的机制 在里面 就是呢 我们叫做 压缩法 压缩的计算方法 那 其实这个呢 绝对是站在 我们会员的角度出发 他就是说呢 这个是你自己 组织图 然后我们会将第一个会员 这个 这个是你的组织图 是不是 他一直找下去 找到第一个 购买多过100分的会员呢 他先会当他是你的level 1 你发放那8% OK 所以呢 这里有个例子 譬如你的level 1 他只是买50分 你的level 2 买50分 但去到level 3 他是买100分呢 我们会将 这三个人的业绩 压缩成为 一个level OK 所以这里的计算是什么 是200分作为 第一个level 我们向你发放 8% 而不是 50分8% 50分5% 100分4% OK 跟着然后 到见到下一个 100分 下一个100分 我们呢 向你发放5% 所以呢 这一个 系的机制呢 我们是 非常非常对 我们会员非常慷慨 也都发挥了一个很积极的作用 就是 大家 继续努力的分享 继续照顾好你的会员 大家知道 之前有提到 100分的重要性 在哪里 所以这个也是符合了 100分重要性的规定 我们放在这里 第一个100分呢 就先是计算一个级别 一个level 这样去计算 所以呢 希望大家从这个角度了解到 公司 并不会是说 好好啊 这个人买5分 这个人买8分呢 公司就 少出很多的奖金 反过来 我们希望呢 能够发放更多的奖金 更加鼓舞性 让大家可以呢 变得更加积极去照顾好你的团队 所以我们呢 有这个压缩的计算方法 好吗 好了 这个呢 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 究竟 如果我的 放在团队架构 会是 的样子是怎么样呢 好了 我们 不如我拿其中两个 我们叫 脚吧 我们呢 去做一个参考 一个解说 好吗 OK 比如这个 最左手边 哦 原来我第一个会员呢 他就买成300分pb那么多 那当然 他就是我的 第一个level 那这里就是8% 然后 然后 我们打横去看 那哪一个是我的 第二个level呢 我们这里看到是 这个50分 这个是 这里70 50 100 记不记得先后的压缩的计算方法 因为在这里 然后我们找到 第一个 100分呢 原来呢 是要找 三个人之后才出现 那所以呢 这一个 四个会员 都会是 我的level 2 公司都会向 我发放 5%的unilevel 的上级 OK 那所以这个呢 相信不难去理解 好了 我们看 这一只脚 第三这一只脚 OK 这样的时候呢 第一个会员买50分 第二个会员买50分 去到第三个会员呢 他才买100分 所以呢 这里 压缩上去 全部加上去 都是我的第一代 第一代 第一个级别 所以呢 我可以 从这200分 获得 80% 好吗 那所以 我想呢 这个呢 一点都不难理解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 我们呢 是去 有个 了解 那跟着 然后 我们呢 就会 去到 一个 我们叫做 是代数的 奖金 代数的奖金 其实呢 就会是 在 银级 SILVER 以上的会员呢 才可以 开始 你去 享受到的 是 那之前 八五四四四啊 还有 再之前 那些 新入会那些 的bonus呢 其实 是 所有的会员 直至到 去 executive 总监級別呢 都可以 去 获得 那 我已经解释了 但是呢 我们再 由 那里 作为 基础 然后再 额外 会 给到 另外的奖金 我们呢 就会 在这个代数奖金 会从 银级开始 OK 当你自己 是 SILVER 2.5% 然后 除了先后 那些 85444 其实 这里都会有的 你也是 收紧 85444 然后 你的团队里面 如果 如果 也有 银级 即是 SILVER 的 会员 我们会 发放 额外的 资金 OK 这个呢 就会是 是 个人 第一代 2.5% 然后 蓝色的是 第二代 3% 第三代 3% 由于 我是 SILVER 我暂时 如果我有 第四代 的SILVER 暂时 在我这个级别 未能够获取 我可以 透过晋升 去新的级别 即是更高的级别 我都可以获取 第四个代数 等一下 简单再解释 这个时候 这个是一个 什么的事情呢 就是说 由于 你是SILVER 你的团队 建立起来的时候 你需要照顾的 团队的人数 更加多 所以我们 希望呢 能够有更好的 奖金 去回报给你 而你协助你的团队 成为SILVER 的时候 第一 我们去看 黄色的 其实黄色的 你看不到 标志着 是有 银级的 这些可能 都是一点 主要是 未成为 银级SILVER 的会员 OK 由于 你自己 已经是SILVER 那时候 这些黄色的会员 他们的 业绩 我们都会向你发放2.5% 在先头的 unilevel的奖金 是没有这个 你只是 那个人买多少 就有多少 但是呢 原来85444 之后 他们的业绩 由于你是 银级 我们再向你发放2.5% 然后 当你的团队 有 这个SILVER 就是蓝色 这一个 我们这里有三个 是吧 这三个都是你的SILVER 那蓝色的 都会是他的团队 他团队里面的 人 的会员 那时候呢 我们会向你发放 他团队里面的 那个 OGB 它是 是不是 它是会合成 它会有OGB 的 3% 那我们这里去看 譬如我拿个 比较简单一点的 例子 最右手边 这里 我们有个 SILVER 它这个架构里面 它就是一个 SILVER的架构 这个组织 然后在它这里 它的整体的 OGV 我们会有3% 去 这个奖金代数 因为它是你的第二代 是不是 我们先说黄色的是第一代 它是你第二代的 银级 所以呢 它这里的OGV 我们会有3% 来奖励 给你 Sorry 然后我们看中间 这里 你的 Level 1的会员 它是银级 OK 那 它在这里 它有它的组织 原来呢 它的组织里面 还有另外两个 的SILVER的Leader 在这里 那时候呢 我们就会去 是的 这里是我的第一代 银级 第二代 银级 第三代 银级 是不是 那时候呢 我们会看蓝色的部分 第二代的银级 呢 我们会有3% 第三代 就是灰色的部分 OK 所以一个个单位 就好像什么呢 大家可以想象它是 71 银锁店 又可以 或者 Starbucks 我们这些呢 其他黄色的那些 都是一些的会员 是不是 普通的会员 或者是 总监级别 或者以下的会员 但是呢 银级以上呢 我们呢 就当它是一间店铺 OK 除了 原本已经有的 85444的奖励之外呢 我们还会以 它整个店铺的总业绩 再额外奖励给你 可以吗 所以呢 在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用 那个角度 就是一间间 独立的店铺 它们能够 产生出来的业绩 那我们呢 奖励给大家 那在这里呢 先后 我给一个 是总表给大家 这个就是 那个代数奖金 是不是 银级的原来 我可以享受 3个代数 2.533 接着 金级 再加一个代数 最高的 去到皇家 皇冠铸石 那其实呢 最多可以去到 8个代数 即使我 8个代数的 这个分店 都可以呢 是有 额外奖金给我 除此以外 银级 银级 也是第一个级别 可以呢 去享受到 我们呢 每一个月 有一个呢 叫做全球 的分红 的一个奖励计划 公司呢 会在全球 的 佣金 就是 可以发放佣金的部分 的 总营业额的 大概 不是大概 是6.25% 我们会 这块钱 我们拿出来 给当个月 符合 银级以上资格的会员 一起去分享 OK 而 怎样分享呢 就是说 这一个 银级 可以获得 一个 share 跟着 然后去到 王家 王冠 铸石 RCD 会有6个share 跟着再 根据 你的团队里面 你有多少个 不同级别的Leader 在你团队里面 OK 分店 是吗 先来我们用那个Term 的分店 你可以再获得额外的share 然后就是 简单来说 你的团队里面 越多 SILVER 以上的Leaders 你将会 获得 那个分额 会越多 那这个呢 我们会有一个全球性的计算 OK 所以呢 其实 我们的奖金制度 简单来说 是会有三个部分 OK 我这个 第一个部分 签新朋友 是不是 入会 我介绍新朋友 入会 一次性25元 然后然后 头三个月 第一个月 50% 第二 第三个月 25% 如果我的第一代的会员 他有介绍新朋友 他介绍的新朋友 我还可以在他第二 第三个月 享受 额外的10% 好了 然后然后从我的会员 他已经成为了会员 第四个月开始 他是我的行 这班人就是我行常的会员 是不是 行常的会员 他们每一个月 购买我去每一个月 去跟进 和服务他们的时候 公司 会透过一个叫做 unilevel 就是那个 奖金形式 去向我发放奖金 会是 我们经常都说的 85 44 最多可以去到 五个级别 这个时候 这个是 去到 总监级别 总监级别 已经可以享受了五个级别 就是这个五个级别的分级 跟着之后 我们也提到一个 压缩的计算方法 公司不会要你 吃虧 是不是 你找到第一个 100分 购买的会员 我们先计定一个级别 一个级别 所以那个 是绝对是奖励 我们的用心经营的会员 然后再向前 卖尽就是 我拥有我的团队 跟着之后 我成为了 SILVER的Leader 的时候 公司会有 另外 我们叫代数奖金 就是 向这些 银级以上的会员去发放 先后 刚刚就说了 原来 团队里面 由 多少个银级以上 我可以再 从他们的整体业绩 获得额外的百分比 作为我的奖金收入 然后 原来 作为银级以上 还有一个 很吸引的地方 就是 每一个月 全球的业绩 6.25% 会拿出来 做一个奖金池 去和全球的 这个银级以上 去分享 所以 一步步的推进 其实 当你发展得越好的时候 团队越大 你的 经营者越多的时候 你能够在 unifing所赚取的奖金 将会是越多 以上 就是我们核心的奖金制度 一个简介 当然 就是说 我们是从一个 比较 希望 容易一点 理解的角度 演绎出来 但是 当中 仍然都有些细节 如果有需要 很欢迎大家 去和我的 同事 或者我本人 去做新入链铁界 那我们 在这段时间 我们都有 推出过 一个叫做 银 这个是一个 什么的计划呢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希望 我们有一些 新的会员 还会加入 开始 我们 沿途 它一直在 过程里面 去介绍 去推荐 Young Living 给身边的人 而 一步一步 稳步的 去晉升不同的级别 我们 为它们 提供 额外的 一些奖金 额外的 奖金的意思就是 先后核心的奖金价值 这个奖金制度 它们完全可以获得 但是 现在我们 去额外 extra 给多些奖励给它们 希望它们 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更多的收入 好了 在这里 我们 主要focus 就是在 这个 从 Star 去到 Silver 这个阶段里面 我们 是专注在这里 那么 简单 去看 就是说 原来它有一个 特定的架构 的要求 然后 然后 我们 就会 在它每一个阶段 我们 可以向它 发放额外的 一些 现金的奖赏 OK 那么 我们可以 简单去 很快去看看 第一个级别 升级就是Star 如果它是 会员 它是有 介绍三个新朋友 然后它整体的OGV业绩 OK 它是 有500分 OK 它有 两组的会员 至少有200分 因为总共是500分 然后 两只脚 每一边200 加上500 我们 会有 一个 它维持到两个月以上 我们会有一个 25元 美金的奖励 给它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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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到 Senior Star 其实 就是在 它 成为了 Star 之后 三个月内 它 进阶成为 Senior Star 然后 它有 两个 它有 两只脚 然后每一只脚 至少是500分 整体有2000分 然后它达到这个级别 然后 它在 三个月的时间 成为了 Senior Star 三个月 那我们每一个月 向它发放的 奖金的金额 就会在这里 显示了 就是50元美金 75元美金 和125元美金 这些是一些额外的奖励 但是 我们都是原用的 三个 三的复制的目的 是吧 然后 再继续向前 走 成为了Senior Star 然后 未来的三个月内 能够达成总监级别 Executive 这样的时候 有 第一个要求 是 因为 除了 你是 Executive 我们本身有个资格 是吧 两只脚 每一只脚 是至少1000分 是吧 然后整体是4000分 我们再加一个条件 就是 那个 独立的一只脚 至少有500分 OGB 然后整体也是4000分 没有额外要求 你能够维持 这个 级别三个月的时候 我们会有额外的奖励 给你 第一个月是100元美金 第二个月150元美金 第三个月250元美金 第一个月就是连续三个月 必须要连续三个月 这样去达成才会有的 OK 之后 就是 银级 这个也是我们 SILVER BOUND BONUS 最后一个阶段 所以 我们有 不同的要求 当你成为了 这个 executive 之后 四个月之内 你再 晋升一级 去到 银级 那我们 就会有 这个额外奖励 给你了 第一个部分 Total的OGB 要求 和我们正常的 银级要求 10000分 是一样的 OK 但是 我们只有一个额 一项的额外要求 就是 你的 Quality 或者我们叫主力 脚 之外 你要有一 一只脚 是有 1000 OGB OK 的时候 符合这个条件 那我们 你晋升了 银级 然后继续保持 那个奖金的发放 将会是 第一个月200元美金 第二个月300元美金 第三个月是有 1000元美金 OK 所以 这个也是一个额外的奖励 就是 我们希望奖励一些会员 他们的积极性 并且 是 在 加入了 Earthing 之后 按着这个 的 节奏 是 循序漸进的 是 稳健的 成长起来 所以 我们给到一些额外的奖励 给他们 所以呢 其实 我们的奖金制度 在这个行业当中 有很多不同的 我们不能讲述语 或者一些 比较有意义的 一些 形容的方式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用到 深欢并重 这是什么呢 就是 你的团队的深度 因为我们一路 先后 讲的 是不是 三个复制 我一路去复制的时候 整个团队将会是 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深度上的发展 你的团队够大 你的团队深度够深的时候 这样就会变得非常之稳健 但是 不可以忽略的 是什么呢 当你要进升 新的级别的时候 你要从宽度 打横 横向的发展 当两个的步伐 都是得以平衡 或者是有一个节奏 这样去发展出来的时候 其实你将会拥有一个 非常之稳健的团队架构 在那个情况之下 先后我们有提到 特别是ER的那个计划 令到你的会员 建立一个非常之良好的 使用产品 并且持续去分享的 一个的习惯的时候 你的团队将会一路去壮大 所以我们整个的 事业的理念 就是深宽并重四个字 可以去挽困出来 那奖金制度方面 基本上就已经介绍完了 那我们也很快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在 在香港和澳门 这一段时间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 每一个年度 我们都有不同的奖励 这些都是我们之前 已经是完成了 之后有一些是恒常的 进行的 比如是 SILVER BABONUS 刚刚介绍了的 跟着现在三月至六月 正在举行的 日本的奖商之旅的比赛 跟着我们还有一个 Rise to Exact的一个计划 那我们都是 在2022到2023年 是进行的 当中 也都很欢迎大家 来去表解多些 因为不同的奖励 我们都希望 当中有 很有古墓的性质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努力向前 然后现在 买卖广报 现在进行的 日本奖励旅游的考核 其实我们有100名的会员 可以透过争取不同的分数 并且达到不同的要求 可以和我们一起 九月份 出席这个四日三夜 在日本的一个旅程 希望大家 在努力过后 我们都可以奖励大家 一个贴心的 具有Unifin特色的旅游体验 然后 然后 当然 名额只有100个 不会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到 比较可惜 但是 我们在同一个计划里面 我们也有提供到 就是一些 我们叫做 产品的奖赏 产品的奖赏 其实 我们这里有几个 非常吸引力的产品 Gym Catcher 接着 Macaron Diffuser 和Transformation 那在 这个奖励计划 这四个月里面 大家透过 不同的活动 不同的市场的活动 比如 可能是 这个 签新的会员 跟着 跟进你的新的会员 去做这个 ER的计划 都可以累积分数 在四个月累积下来 是达到这些 不同的分数要求的时候 我们都会向你送上 这些 产品的奖赏 所以 记得 不要错过 职力的参与 然后提到Rise to Exec 就是我们在这个年度 上年十月份 开始到今年九月 我们事行的第一年 那么我们呢 希望额外的鼓励 新晋升的 Executive 总监级别的朋友 他们呢 会是 去 继续在第二个月 以及第三个月 去保持着 他这个级别 我们呢 会有额外的一些 的 是的 这个 奖励给他们 希望呢 作为一个 打起呢 以及鼓励的 我们呢 每一个月 若都有留意 我们公司的 Facebook 我们有个 Recognition Page 那时候呢 都会和 我们都会表扬 一些 表现出色的 经营者 或者一些 朋友 他们无论 是在 介绍新朋友 入会 又或者 他们晋升新的 级别 那这些呢 都会有 这些 表扬的活动 在这里的 好了 那么 以上呢 就是一个 我们 奖励计划 佣金计划 的一个简介 那希望呢 都 让大家进一步 了解 我们这些 的奖励制度 那 那 时间 我是不是可以 交换给 Joanne和Gretchen呢 那 那 希望没有 令到你们 更加 confused 应该不会吧 好的 非常好 你可以 停止了 分享 我们三个人的样子 很 多谢 Tommy的解释 那 我自己呢 学这个 奖金制度 其实呢 我都看 就是我在网上 看了很多很多次 我才熟悉的 那 那 其实 说真的 如果你真的想 去 开始 那个事业呢 其实 是不是真的需要 熟悉到 那么滚瓜 爛熟呢 其实都不需要的 就是 我觉得 你看多几次啦 反正 那条片呢 在 网上 已经可以 随时看回的 你可以 重播又重播啦 但是 当 你想 开始这个事业的时候 你觉得 哎 好像 看起来看去都不明白的 就是 看来看去都不明白 其实 都不需要 真的 百分百 去清楚了解 明白 所有的事 你才去 开始 分享 是不是 所以 就是 是不简单的 但是 我觉得 不需要 不需要 因为这个 这么复杂 而害怕了 令到你 去停止分享 因为 只需要 用心去 想 如何去帮助 身边的人 去达致 健康 无毒的生活 其实 已经足够 简单开始 但是 慢慢开始 介绍得多人的时候 再去 重温 这个 奖金制度 其实 都是好的 到你真的 开始要去 找经营者 或者 你团队里面 开始有经营者 你真的 需要去 去 讲解的时候 我觉得 再去 複雜 複 怎么说 重温 重温 这个 奖金制度 都不迟 是不是 Join 而且我们 上线 上线的支持 上线一定 会帮到 说的 是的 我自己觉得 通常 最主要 都是记得 那个 介绍人 奖金 已经足够了 你知道 如果他买 其中一个 started kit 就是有 有产品跟 那个started kit 就是有 有奖金 因为 我们是 直销公司 我们是网络营销公司 要有 要有 产品的交易 就是合法的 就不是 不是 层厄式推销 其实很多人 误会了 我觉得很多人 误会了 什么是层厄式推销 和什么是直销 我自己都 刚开始的时候 都花了一段时间来研究 如果有产品交易 就不是层厄式 有产品交易 就是你给了钱 它有产品给到你的 那些就叫做 网络营销 或者叫做直销 嗯 直销呢 其实就是 有几种 直销就是 以前去敲门 就是买 既然购买 那些就叫做直销 我买给你 我就赚过佣金 你就买得比我 我是售价 你就买得比我 我自己买 我自己买 就100 我买给你 120 那我就赚过20 那公司 亦都可能会给佣金 你继续买东西的时候 会给佣金 但是如果那些直销法 其实是 比较少一点 讨论到 谈及到 重购率 就是 重购率 譬如你买 特换装 就是美国经常说 特换装 你买个盒 装食物盒 那你不买得多多 你买完之后 你就不用用了 除非它破坏 那你也不希望 你这份份就不破坏 对不对 而我们这个 其实最主要是靠 网络营销 所以叫 Network Marketing 什么叫网络营销呢 就是我认不了2000人的 我最多 就是一个平常的人 的生活圈子 100个已经很多了 通常50-100人左右 就是你熟的 可能十几个 二十几个 那你可能有 妥子妈妈 有亲戚 有同事 有旧同学 都差不多了 那你在生活圈子里面 别人见到你用产品 你见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跟别人说 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 那到公司 你真的别人买了产品 公司其实不会计的 他有个方法计定 我们就不用理他 究竟我签了三个人 我就有25元 首先我就每个人有25元 跟着他买了185pv 1585p 那我就有50% 50% 那就是920 再加这个25元 就是加上 就是你会疯的 如果你只顧着 计算这些东西的时候 OK 那你就花了些时间 在计算这些东西 或者其实 那些工作不是你做的 那些工作是公司 他自己有个电脑 他不会计算多 他不会计算多钱给你 他也不会计算少 这个在我 我在这里十三年的经验 OK 那我也有见过很多人 不是的 他计算少了 你初初就计算了 初你签五个人 你就计算了 你到签五个人 再签五个人的时候 你又计算不了 开始疯了 那我见过有些人 是个个月尾就坐在那里计算 你不要搞那么多 不是的 公司计算少了 我不知道3% 你喜欢你就 發个电邮去问 那当然是他自己计算 不是公司计算 你不要花点时间做这些无谓 有人会做的 那你不如花点时间去观察一下身边的朋友 或者你学一下怎么用产品 我理你这样 最主要就是学Atomic 我觉得Atomic 说得很好 就是有三个部分 就是我们那个介绍人 推荐人 初过三个月 你得到的奖金 那就是很容易计算的 如果你真的要计算的话 或者你的朋友 或者你介绍了 你的介绍人 那10% 那很容易计算的 但是你搞那一刻 你都不会知道的 因为别人在签计人 之后你突然看到多了10% 那你还有一样东西 你就可以每个月 进去你的扣金 那里 收到扣金之后 你点击进去看 他很详细列表 告诉你 这个人你就拿了3% 这个人你就 那里就不知道 是什么 就有3% 就是这堆人的 那就是我和Gretchen 就人很多 有这堆人的 你一看一看 你都已经开始有点头暈 那 那如果人少的 你就会看到 那你一开始做银子 你会看到 原来我开始有Generation bonus 自己的呢 就2.5% 人家的呢 就3% 就像Tommy所说 他开一间店 那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 你enroll a bonus 那里介绍 bonus 你记得那里 25 50 25 那样 就像我们玩15-20那样 你就记住 我们玩15-20 25 那 接着呢 第二样东西 就是unilevel 就是85-444 那很多人在85-44位 就是他把自己 所有人都放在自己的 我们叫front line 就是他的first of all 因为他觉得他会有8% 比起5 他是多3% 所以呢 所有人都排在自己的前面 那都可以的 都没所谓的 那 但是我就觉得 有点儿体计较的 那位置就已经 那 接着呢 这个就是第二样东西 就是 第二样东西 就是介绍人工资 那些叫奖金 那些叫奖金 那些叫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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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2.5%和3% 然后他有一大堆 那些什么 Generation 刚才Tommy说的那些 什么 如果你上了silver 他又不知道分红 6.25 就不知 就拿一份 6.5出来 就分给你的人 那些呢 你就不要管了 总不知呢 其实我访问过很多 Leader 他们一过了silver 其实很简单 你未去silver 你的佣金 老实说 就是几千元 可能就自己买东西 你一想silver 是突然多了的 多了那个 都挺特别的 因为你突然多了 2.5% 整个团队 如果你的团队下面有人 那里是变成3% 你的团队有3% 你的团队有silver 你会变成多3% 那里可以变成很多的 因为那些人很likely 其实不在你的85444 那里 85444 那你这里下面那些 其实你unilever 拿不到 但是如果你上silver 你就拿不到 为什么会突然间 你上了silver 会突然跳呢 有时候会double 就是这个原因 那所以呢 我们很鼓励 他们试试去做silver 因为他试试做到 他如果真的有人build的话 他就会看到分别 那当你上了silver 一直上高 那些3%是愈比愈多的 那我相信 我们大部分leader 我们大部分的收入 都在那些3% 那里来的 没错 因为人会越来多了 那刚才tommy 也说了一个位置 就是85444 为什么月4 那里去到第二个level 会少了一半呢 可以 或者 甚至下面那些silver 你会得3% 不是8%呢 因为我们是又阔又深 那其实理论上呢 是应该会愈来愈多人的 因为你愈来愈多人分享 所以高期3%加在一起 可以是很多次 因为那里有很多人 那就是providing 我们建立得真好 你是 要求聘用 你是靠他的network 的network 的network 那你就可以有很多人 那当然 那有些人叮咚 就是 那其实呢 有些人从另一些直销公司来呢 他就进了另一些直销公司的路 就只标了两只脚 那就叫做又瘦又长 那我们不想见到又瘦又长 那所以如果你up line 教你怎样建立呢 你就怎样建立 你就不用想不到 最重要呢 学Tommy和Gretchen说的呢 都是去分享 和去了解对方的需要 当你将那个 product 可以介绍到给他 而他会在 product 里面 得到一些 magic moment 你真的帮到他的时候 他就会忍不住说了 就是像Tommy说的 他在这行 做了多少年呢 十多年 十多年 二十年 那你们 是 这间公司 他是要用钱买产品的 他很喜欢引力客 真的假的 是啊 其实是好笑的 真的 我觉得所有的 特别是直销公司 MLM公司 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他的产品 常常都会说 产品会说话 是不是 产品会说话 这个是一个基础 我想我们的产品 不单止会说话 是不是 不单止会说话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 我最印象深刻 还有我为什么在这里 会这么开心 我觉得是 Anything有很多 很独特的地方 我们有机会 我们 这些朋友仔 在线上 我们可以私下聚 谈谈 我不是在这里 大家太多时间 但是我很想 因为仙堂 我有PowerPoint 我可不可以尝试 如果平时 我和Gretchen Joanne跟我说 你讲一下奖金制度 我三分钟 怎样说奖金制度 其实平时我是这么说的 我说第一 我才会这么说 你介绍新朋友 不同类型的奖金 是不是 介绍一个 我们有每一套 最好的 最容易复制 是不是 因为你容易跟进 这样的时候 每一套 你每一套 每一套25元美金 OK 然后 然后 照顾好它 最重要的 头三个月照顾好它 公司给到你的 那个 你新会员买的 头三个月 每一个月的PV 百分比非常之高 因为想跟你合作 好好follow up 这个新会员 第一个月50% 第二个月25% 第三个月25% 是不是 我们建立一个 非常好的合作关系 跟着然后 你的会员 他介绍的人 你都未必会 但是公司说 那个的会员 第二个月 第三个月 公司都会奖励 你10% 因为 你去support 你第一个level的会员 去照顾好 他的新会员 OK 这样的时候 当我们做这个 我们叫做什么 介绍新朋友 成为会员的奖励 这个是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部分 从第四个月开始 你的团队的会员 他做一些同事的事情 是不是 一路订购产品 一路使用好产品 你做好follow up 你去照顾好他们 你提供什么 产品的 产品的 产品教育 你做好他们的 关顾的工作 是不是 他们会继续去 尝试新的产品 尝试 用好公司的产品的时候 公司会因应你团队的架构 是吧 我们最多可以去到五个level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 八五四四四 更重要的是什么 公司不会是拿你着手 是吧 所以我们有一个 压缩的计算方法 你怎样为之第一个 每一个level 是来自第一个100分的购买 开始计算 永远着手的 都是你 是吧 这样的时候 你照顾好你的会员的时候 这个是公司 多谢你和公司合作去照顾好 因为那些都是公司的会员来的 我们这样去理解 然后然后 当你是想认真去尝试 发展这个事业的时候 我鼓励你成为SILVER 因为SILVER是我们事业的起点 我们会有额外的奖励 SILVER你就当你是 franchise了一间71号或者Starbucks 先头你的会员 他都是来你店铺买东西的 喝咖啡的 是吧 这样的时候 你serve得好 是吧 公司会和你分享那个业绩成果 就是这么简单 八五四四四就是在那里 但是原来由于你是SILVER 公司见到你的诚意与努力的时候 你这间店铺能够完成到特定的业绩的时候 原来公司还有些额外 我们叫做代数奖金的 你是向你发行的 对不对 OK 2.5% 如果你的团队里面暂时没有SILVER 那就全部都是2.5% 额外的 OK 但是如果你是协助你的MEMBER 就是来你店铺光顺的人 他都会成为消购人 他开他的店铺的时候 公司在他店铺的营业额上 你3%给你 对不对 你看都是3% 对不对 跟着然后就去看 究竟你 级别是什么 那些RANK 我们经常说 其实是两件事情的组合 第一个事情的组合就是 你有多少间店铺是前排 是吧 宽度 是吧 我们这里是六间店铺 对不对 跟着然后再结合整体你整个团队的 总形业额 来断定 你决定你的级别 因为这个级别就是 先和我们讲 深宽定重 其实是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长方形 对不对 你想想 宽度其实是没有限制 你喜欢怎么放 你签了一百个人 全部打横摆都可以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深度那里 始终我们都是有一个 去到第八个代数 对不对 RCD就是八个代数 但是那个长方形 两边没有任何的限制 但是在那个深度上面 我们会有一个的设定 这样的时候 整个的奖金制度里面 最重要就好像先后 Joyne那样说 我开几多间分店 是不是 SILVER 建立SILVER 是不是我就是一路开分店 那时候 这个就是我能够从每一个分店 因为我协助他们的缘故 我可以获得一些的奖励 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全球分红 原来公司说 你自己做得好 跟着你 团队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分店 我们会拿6.25%的营业额 每一个月我都拿出来 跟着然后去跟大家共享 你拿到多少个分额 就看你的team里面 有多少个SILVER以上 你去断定 是不是 这个其实就是我的奖金制度 就是这样的了 那时候 因为有PowerPoint 我一定是跟数字来说 但是 如果简单的演绎 我认为 这一个就是 循序漸进 我都会视乎我的对象 他现在的阶段 我会给一个 它 achievable 就是一个可达性的 一个目标 给他 我去和他重点去 去讨论 或者去 讲解 比如这么说 他现在是一个 Star Senior Star 可能我会去 讲到它SILVER 是不是 但是 我因应对象 不一定 但是 如果演绎过 掌金制度 我觉得先后 那个会是我自己 比较 就是 preferred的方式 因为 你可以带他 一直向前 去 去幻想到 去跟着思路 Thank you Tommy Tommy 有没有补充 没有 我觉得 Tommy 麻烦你Tommy 讲得很清楚 大家好像没有问题 我看到 不知道 没有问题 是因为 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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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其实 都是不需要 解释的 通常 我们说的 那些人也是有点 有点 OK 那我现在真的 怎样 跟着一句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不用多 现在 大家要做的事情 第一 你如果是真的想尝试去发展 或者认真发展的 建议你去找你的 介绍你的上线 坐下好好谈一下 是发展的计划 不是纯粹去 在掌金制度里面去 计算不只是那样东西 是不是 而是我怎样可以做得更加好 当有一个行动计划 我有一个的决心与目标的时候 我们再配合掌金计划 那件事情 才是最实在 因为我现在 是的 我现在 面前两位是RCD 我已经不知道 可以跟两位说什么 因为掌金制度 他们都拿过了 所有的 是不是 所有的掌金类别都被你拿了 对不对 我问我还可以跟你说 但是 我们其实 如果我们纯粹去空谈一些 就是说遥不可及的事情 其实是 我觉得是 不实在的 而是 一些 我觉得我们 建议大家 去谈的是 一些 你自己想要达到的 一些目标 我们根据目标 去配合行动方案 以及掌金制度 结合起来 的时候 你整个画面 应该会变得更加清楚 是的 Tommy 我记得 我记得 我的鲜鱼 是有教育建议 他不是教育建议 他有教育建议 他说 你首先要设定了你的目标 你看看你想想要达到的 金针 你就重复工程 你就看看你需要多少人 你需要多少只脚 然后那个就是你的目标 所以很多时候 譬如我们做训练 Richard Boog 的太太 Kimmy 他都是做直销的 他都说 我们会展示 那个 income disclosure 给他看 就是说 其实你的理想收入是什么 那通常我都觉得 有点说得太远的 就是通常我都是 跟他鼓励他们 去自己免费用产品先 那通常自己免费用产品 其实就是一个总裁 就是通常他们的目标 老实说 你买450 PV 一个外用者 Raving fans 超级粉丝 超级粉丝 450 PV 一个月的训练是很困难的 就是如果你们有喝零下红 又吃食物 又茶油 又抗香等等 那是很正常的 那你就会很开心 我觉得我们会设定 那个目标 每个月找5千 那自己可以好一点用 可以放胎 可以多喝点 可以全家一起喝零下红 那跟着才再算 就是我们第一个目标 就是executive 那最好不要飙两只脚 那么少就飙三只 那还有 无论你滚家难熟 懂得说完 它的三百分比 和6.25% 如何分给你 你都不知道 怎样去签人 或者不懂得 怎样去将一些 产品应用在别人的生活里面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意思 没有意义 只有数字 数字是死的 那我们要活学了这件事 不要紧要了 不要管了 好吗 其实 讲到尾就是 不用了 我们都是 因为其实学生 原本跟我说 不如我们请Tommy来说 谈谈谈 我为什么 我第一个问题问他 为什么要说 我真的觉得 你终于知道 你做了SELVA之后 你会多了收入 你自己开了店之后 你不是来我的店喝咖啡的了 其实你已经有能力去开自己店的时候 你的收入就会多了 如果你教到其他人都开自己店的时候 他带来的朋友 在他的咖啡店喝咖啡 不是去你的咖啡店喝咖啡 你的收入就会多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理念是这样去衍生出来 是 讲掌金制度 其实如果独立去讲掌金制度 意义真的不大 坦白说 但是是互相去配合 但是 掌金制度这件事情 本身 其实是有一个 在理性层面 给大家听到 实在是这件事情 因为可计算 可预期 对不对 但是这个重点 其实就是 你怎样去投入 那件事情 和你的预期 当我投入下去 我真的很努力 我和我的预期 是不是透过掌金制度 我有一个预算 我可不可以将我的预期 和实质 它放出来的资料 吻合呢 我觉得这个 是和大家去分享 掌金制度的其中一个元素 因为可预期的事情 因为你预期 我要投入下去 我要做消费 可能我要少睡多少个钟 值不值得 你那个 income disclosure 原来每个月都万多元 我值不值得 我投入这个资源 我觉得 这个今天的分享 可以给大家有个基本的意义 是不是 比如免费用产品 像Joanne那样说 是executive 那executive 需要投放的时间 或者我需要 组织内面 我有多少会员 喜爱产品 每个月去使用 已经能够达成呢 那个成本 可能并不是想像中那么高 但 which is 很好 我可以免费用到 一天的产品 我觉得这一个 理解 和掌金制度 两件事情结合起来 所有东西都更合适 因为不只是去想出来 我很同意Tommy说 我想我们其实最主要 新建筑者要留意到的 他就 那个目标不是 就是 然后它的目标不是 自己去做银蜡 不知道 其实这一个目标是 如何能支持 自己带向人 喜欢用产品 Ils去统 regulation 那些才是lel 而不是自己的 要如何建计 accelerating 自己的工理 要如何建计短 要如何如何建计印象 丶 firmin 如何 Plut float 其他人用品 以 num営态 他们会黃 зв note 让其他人产品比较好 这才在这一面 可以成功到的方法 因為其實我想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團隊有很多人 我想像Yungliving都有很多 就是他自己做了Executive 他是做Silver 然後他說我找不到Builder 我找不到Builder 這個我們經常都可以說 經常都聽到 或者他上了Silver 跌回到Executive 我們經常都聽到 原因是因為他沒有支持到 沒有支持到他帶進來的會員 喜歡產品到那些人都會上去分享 所以他沒有Builder 其實我想這是一個關鍵 大家這個就是目標 是啊 我覺得 開始後走走走走 由開始 怎樣可以便宜些用產品 甚至乎免費用產品 然後才要再慢慢去開始 但是我覺得每一個 新加入Yungliving的大家庭會員 都必須要知道 有一個這樣的機會 然後我們作為上線 或者介紹人 怎樣去令到他 愛上產品 然後再去介紹其他人 然後再去自己 都可以免費用產品 這樣 如果你想想 如果我們的團隊的人 每一個人都介紹一個人 入會的話 我們的OGV可能就雙倍了 所以其實是 網絡營銷的模式 其實是很能力的 很厲害的 可以這樣 如果大家沒有問題 我們也不妨礙Tommy 這麼多時間 今天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